上集说到小叔子给嫂子还钱 婆婆横加阻挠 小叔子暴露本性 想要赖账50万 嫂子起诉小叔子的公司 你这个泼妇 谁让你起诉你小叔子公司的 我看你才是泼妇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他不还钱 我起诉他公司有问题吗 你难道不知道你小叔子公司有一个大项目 这个项目他一笔就可以挣60万 现在让你一起诉 他的公司资产被冻结了 这个项目就要被其他公司抢走了 你这是害人啊 有你这么做嫂子的吗 你快撤诉 这个项目不能被别人拿走 他三年都接不到一个这样的项目 有了这个项目做铺垫 他的公司以后就飞黄腾达了 还会差你那50万吗 你的目光不要那么短浅 我儿子是天纵之姿 不能被你耽误了 你赶紧撤诉 你要影响他接这个项目 我和你没完 他把50万还给我 我自然会撤诉 他飞黄腾达和我有关系吗 我管他能挣多少钱 他不给我还钱 就是这100万也和我没有关系 他的公司明明开始盈利了 却想赖掉我的50万 你没想想他的公司为什么能挣钱 是我之前一直10万20万借给他 一毛钱的利息都没要 后来这50万也是一样 没有要利息 让他一直用 谁知道他一旦开始挣钱 就要过河拆桥 你说不用还钱了 他就直接不还我钱了 这样的人 我还敢让他飞黄腾达吗 还没有飞黄腾达之前都已经品德败坏 那飞黄腾达之后呢 我都不敢想象了 嫂子之前是我错了 你的50万我一定会还给你 你先撤诉可以吗 这个项目很着急 这两天就要敲定下来 我今天不给回复 他们就要找别的公司了 我明天就借钱把50万还给你可以吗 那我就明天撤诉 什么时候见钱 我什么时候撤诉 我可是见过你赖账的那副嘴脸 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 我给他打包票 明天一定给你还钱 我给你发誓行吗 明天不还钱我和我儿子都不是人 你现在就撤诉 晚了来不及了 你是来搞笑的吧 你比你儿子还不讲诚信 我宁愿相信你儿子都不会相信你 就你满嘴跑火车的人 还给我发誓 你发誓我也不相信 我已经说了 给钱我才会撤诉 你要明天能给钱 那我就明天撤诉 你简直要气死我 你明天撤诉还有什么用 明天其他公司就把项目接了 你怎么余墨脑袋不开窍啊 你一撤诉 他把项目一接挣上六十万 不就把你的五十万还了吗 不然他哪有钱还给你 你说的简单 对于一个敢明目张胆赖账的人 别说他挣六十万会还五十万了 就算他挣六千万 会不会还这五十万都是未知数 我只相信兜里能看到的钱 你掉进钱眼里了吗 丝毫不顾亲情了吗 他现在没有钱 你非让他给你钱 而且就半天时间 他上马给你变钱去 我看你就是眼红我儿子挣钱 我儿子挣不上钱 你也就别想他给你还钱 要还想要你都五十万 你就撤诉 不然他没钱还给你 我没指望他还钱了 现在我手上有他的公司 我可以把他的公司拍卖 也可以收购他的公司 当然他现在的公司 一共也就值三十万 剩下的二十万我会继续起诉 反正小叔子还有房子还有车 我儿子真的会还你钱 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告诉我 你怎么样才相信我 你今天不撤诉 那就等于毁了我儿子的前程 儿子 你也去起诉他的公司 让他的公司没办法接业务 他不让你好过 你也不让他好过 妈 我嫂子又没欠我钱 我起诉也没有用啊 这是要拿出欠债凭证的 要是谁都可以随便起诉别人公司 那市场不乱套了吗 还是赶紧叫我哥回来吧 让我哥和我嫂子说 婆婆也没有其他办法 赶紧打电话给大儿子 妈 你叫我回来有什么用 家里我又不管事 从来都是小慧说了算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让一个女人拿捏住了 难道小慧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你是一个大男人 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当什么顶梁柱 我一个月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 赶我老婆差得远了 我觉得被小慧拿捏住挺好的 小慧既能挣钱又能持家 在外面开公司生意蒸蒸日上 家里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能娶到小慧是我捡到宝了 我还有什么不知足 我也早就告诉过你 在家里不要摆婆婆的架子 小慧平时尊重你给你面子 那是出于她的教养 并不是你有多能耐 你动不动就端起架子给她脸色看 她还好生好气跟你说话 你就以为小慧好说话 直接让我弟把借的五十万都赖掉 要不是你做事过分 会有今天的麻烦事吗 我告诉你吧 本来小慧还准备给你专门雇一个保姆呢 她都已经在网上招聘了 要求要懂营养学食品学 懂简单的护理 准备高薪给你聘一个保姆 现在你把她得罪的不轻 我看这事也没戏了 你简直是自己挖坑自己往里跳 你看没招聘到人之前 都是小慧亲自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把你照顾的红光满面 我感谢小慧还来不及 你还想让我和小慧敌对 你觉得可能吗 反倒是你 真是吃饱了撑的 好好的日子过得不舒服 非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事 我弟欠我老婆的钱该还就还 和你有什么关系 现在你找我回来 我也是帮着小慧说话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儿子 都说难得当家 结果这家里出了事 一点都指望不上你 我还在想我为什么有你这样的妈呢 儿子听话而媳妇孝顺 这是多好的生活 你非要自己找不舒服 你看街坊邻居谁不羡慕你的生活 你现在自己毁了自己的生活 老婆 别生气了 咱们进房间休息吧 等小慧和大儿子进了房间以后 小儿子马上就发飙了 妈 这都怪你 你又不是住在海边 为什么管得那么宽 我欠我嫂子的钱 我该还就还了 我这个欠钱的人没什么意见 我嫂子也没意见 你就非要插一杠子 我都把钱带过来要还了 你非不让我还 结果我把五十万都拿去填窟窿了 现在要还这五十万 我还要去借 但短时间肯定借不到 你去求求我嫂子 不然我事业就毁了 我做了多久才做起来的公司 这刚要开始挣钱 就出这样的事 你快去给我嫂子说出好话 求求她 我刚刚已经拉下面子求她了 但是你看她的态度 丝毫不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 我还怎么求她 你那是求人吗 你一句软话都没有说 你一天到晚要什么婆婆的架子 你的脸面就那么重要吗 比我的事业都重要吗 现在你去求我嫂子是唯一的出路 你就算是为了我低头去和她说一句软话吧 我不去 你让我向她低头 我的老脸还要不要了 我这一辈子都没向谁低过头 就算我去求她 也是热脸贴冷屁股 我可受不了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昨天我想着可以帮你省五十万 所以才给你出头 确实给你省了五十万 但谁想到她会起诉你公司呀 我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嫂子把钱拿出来 我给你嫂子爸妈打电话 让她爸妈来收拾她 我看她敢不撤诉 那你联系吧 我先回家了 小丽说家里出事了 让我赶紧回去 说完小叔子就回家了 半小时后 小慧 这都几点了 还不做饭吗 今天早上你就没有做饭 这到中午还不赶紧做饭 然后把我床上的两件衣服拿去洗了 你在指挥谁呢 以后你的衣服自己洗 你两只腿没力气 但你的两只手是好的 另外我和小强已经吃过了 你要吃饭就自己去做 我不伺候了 你不伺候我 那我怎么弄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坐着轮椅 我怎么做饭 我怎么洗衣服 我本来就没有伺候你的义务 以前好吃好喝的伺候你 你还觉得理所应当 还把你伺候的一身毛病 现在我不伺候了 你想要做饭自然有办法 你想不到办法就自己饿着 婆婆没想到小慧来真的 只能打电话给小儿子 儿子 我的腿脚不好使 你嫂子也不给我做饭吃 她只做自己的饭 你大哥也不管 她只听你嫂子的 这个家我是待不成了 你把我接过去和你住吧 妈 别开玩笑了 你可不能来 我老婆小丽有多恨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初你看不起小丽 看不起他们家是农村的 说了多少有辱他人格的话 当着他的面把他父母教训了一顿 小丽现在提起你都恨得牙痒痒 你要是赶过来住 小丽说不定怎么收拾你呢 我嫂子会和你客气 小丽可不会和你客气 你还是在嫂子那待着吧 你不是有双拐吗 嫁着你的双拐 自己做饭啊 你做饭还好吃呢 下级预告 你现在就去撤诉 不然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凭什么听你们的呀 你们把我当过女儿吗 从我工作的那一年 你们就要走我所有的工资 补贴给我哥 你们就把我当挣钱的工具一样 我们之间有亲情吗 两年都没有来往了 结果因为我婆婆的事 你们跑过来了 你觉得我会听你们的吗 我会听你们的吗 感谢观看